因山陀儿台风台北市政府今天上午8点把灾害应变中心提升到一级开设 由市长蒋万安主持 由于前一晚被北基桃位列入警戒区 却宣布放台风架引发讨论 对此蒋万安也亲自说明 台风山陀儿归宿前进 各县市不敢掉以轻心 周三全台22县市都停班停课 但未列入警戒区的北北基桃 也在前一晚宣布放台风架引发讨论 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解疑 基北北桃四县市就是一日的共同生活圈 在今天傍晚左右 以及下午开始就会风雨式增打 所以这个部分也会刚好遇到很多的民众 在下午时间下班或放学 这个部分我们一定是以市民的安全 空情的便利性为最优先的 周三上午台北市明显感受到风势增强 但雨势不大 甚至还有出太阳 不少百货公司电影院都选择正常营业 百货公司请台北101和保力广场暂停营业一天 KTV更是从周二晚上定位系统就出现当机 包括前櫃 新据点 下午时段包厢全满 电影院也预估出现人潮 台风山头而步调缓慢 10月5日的国庆晚会是否能如期举行 蒋万安表示会照原定计划也会持续掌握 整个台风的状态 新桃尔雅特电视迟前李李津津 台湾台北报导